农边消防车不断的灌旧 灭火后的客机看得出断裂残破 墨西哥西北部的杜兰哥省 发生一起坠机意外 墨西哥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 满载101人 当地时间周二下午4点 从杜兰哥国际机场起飞之后失事 机上乘客85人受伤 骑机似的没有人罹难 幸运生还的乘客还募集了严重烧伤 满脸惊恐的人 被参拂进红色轿车的是驾驶 机场里也挤满了许多交集的家属 墨西哥国际航空公司客机 起飞时遇到冰雹暴风雨天气 紧急迫降 卡台说客机避过跑道 飞到跟跑道平行300公尺外 打开冲气滑梯 让乘客在起火前撤离 航空公司说 机组员和乘客的及时行动 造就了这次的飞天奇迹 震撼民航单位合作 确定飞机失事的主因 大海新闻 许叔妹编辑 来看这个画面也跟天气有